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食屋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 本栏目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弹 独家冠名播出 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在我们的美食冰箱里 又传送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吧 来 小朋友 很神秘的一个东西 这样啊 我请小朋友们来猜一猜 它的颜色呢 有一点淡淡的黄色 圆的 外边有一颗 鸡蛋 是什么 菠萝 小朋友听到淡淡的黄色说是菠萝 好 我们来揭晓答案 正确答案就是 什么呢 鸡蛋 没错 鸡蛋非常有营养 小朋友们尤其是在早餐的时候 都要吃到鸡蛋 那今天我们的美食就用鸡蛋来完成 在制作美食之前 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四位小厨师 小嘉宾 张明浩 今年四岁 小嘉宾 耿雨清 今年四岁 小嘉宾 薛家田 今年四岁 小嘉宾 吴子祺 今年五岁 好的 欢迎回来 本来目指定产品为澳大利亚原装镜头的奥姆牛奶 好的 现在我们的手已经洗干净了 我们可以来制作美食了 我们都知道今天制作美食 要用到的原材料就是鸡蛋 小朋友也经常吃鸡蛋 我来问问你们平时 吃过的鸡蛋都是怎么做的呀 我吃过煎鸡蛋 你吃过的是煎鸡蛋 别的小朋友呢 煮鸡蛋 煮鸡蛋 其实鸡蛋有很多的做法 煮鸡蛋 还有炒鸡蛋 还有煎鸡蛋 还有荷包蛋等等等等 对不对呀 对 种类非常的多 我相信每个小朋友一定都有自己最喜欢吃的一种鸡蛋的做法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这个做法可能又不太一样啊 在你们的面前呢 有三张图片 上面呢 分别画着一种动物 有鸩蠢 有鸡 还有鸭子 小碗里边 也有三种动物下的蛋 看看你们能不能够准确的 把它放在图片对应的这个空碗里 好 两边的小朋友现在可以开始了 好的 我们来检查一下 首先来看一看这边的几位小朋友 最小的是鸩蠢蛋 没有错 这个是鸡蛋 那么稍微大一点的是什么呀 这个是鸭蛋 鸭蛋 对了 所以最大的是鸭蛋 好 我们来看一看这边的小朋友放的是否正确 没错 这个是鸡蛋 最小的是鸩蠢蛋 这个大的是 鸭蛋 鸭蛋 对了 好的 现在呢 我来教小朋友们如何来分辨生鸡蛋和熟鸡蛋 我们只要拿出来在桌子上转一下 我们看这个鸡蛋呢 转的速度非常的快 而这个呢 转的很慢 你们猜转的快的是生的还是转的慢的是生的呢 慢的 小朋友说转的慢的是生的 同意吗 同意 好 我们把这个转的快的先打开来看一看 这个是生的还是熟的呀 熟的 好 来 小朋友也可以看看你的鸡蛋 如果是转的快的说明就是熟的 就可以把它打开了 好 我一起来做 好的 我们已经把鸡蛋的蛋壳剥下来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场外的小朋友 利用蛋壳做了什么有趣的创意吧 好 这都要看屏的 当然太好了 我会想看你的鸡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的 现在我们就来制作 拿出钢材剥完壳的鸡蛋 然后放在案板上 好 我们从中间把它切开 一分为二 切完之后 其中的一半放在盘子里 另外的一半我们来做小动物的头 然后我们用海苔来做它的围巾 刚才剩下来的鸡蛋 我们来切一些细长条 做它的四肢 然后拿巧克力酱做一下五官 五官小眼睛 最后我们来装饰一些水果 好 是一只可爱的小熊 好的 现在想不想品尝美食呢 好 品尝美食之前 让我们先把桌子收拾干净 擦擦擦擦子 心戏盘子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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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刷杯子 整理整理养成好习惯 小朋友们都很棒 啦啦啦啦啦啦 一起动手很快乐 一起做美食 第一步将煮好的鸡蛋 切成两半 做小熊的头和身体 第二步用多余的蛋白 分别切成小熊的耳朵和手脚 第三步用寒苔做出围巾的形状 第四步用巧克力酱化出五官 这样美味的鸡蛋小熊就做好了 好的 现在桌子已经收拾干净了 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 好的 美食已经品尝完了 接下来我们的好朋友 也给我们送来了一份礼物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今天大厨会用鸡蛋 给我们做什么样的美食呢 好朋友 哇 是小兔子 好可爱呀 好的 谢谢我们的美食搜索员 道哥和博尔 我们的四位小厨师 也将获得我们栏目送出的奖品 本栏目奖品是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 阿尔法丹 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姆牛奶提供 好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美食做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站起来 活动活动 身体吧